清純的學生模特 深穿福大織品服裝學系所製作的衣服 不但色彩經驗又充滿著科技感 很難想像這是大學生的畢業作品 那學園祭今年等於是 我們迎來了3000個學校即將要畢業的同學 等到畢業展結束之後又送走3000多個 其實我們是希望未來這3000多個 再回到產業界來服務 這是我們的期待 松山文創學園祭是台灣最具規模 且專業的畢業展覽盛會 今年有52所校系共襄盛舉 展出超過600組作品 其中超過30所跨校系 將在圍期六週的主題壁展中 連展與共展 就連松菸吉祥物松鴨桑也來參一角 讓今年的活動更具創意 我們結合產業 希望就是學校跟產業之間互相的觀摩 那也可以成為一個 招攬人才的一個專業平台 第十三屆松山文創學園祭 無所謂 從即日起到11月11號盛大展出 以創意爆棚的Z世代語言 以及勇於表達的特質為發想 經歷即將踏入社會的年輕學子 無所畏懼 勇往直前 接著長花廠報導